一名工程師氣呼呼 衝到店裡找店員理潤 控訴他買的珍奶 珍珠喝起來太軟爛 卻反遭店家嗆聲 是個人口感問題 質疑店家拿隔夜食材 漁目混珠 氣得店家上傳這段影片 還原當時狀況 原來新竹有一名工程師 控訴他買的珍奶 每顆珍珠都破碎 不像一般大眾認定的標準珍珠 沒有Q彈口感 店家則回應 他們家的特色就是 珍珠偏軟爛 是你口感問題 我們不會退廢 如果不喜歡喝 以後不來光臨也沒關係 讓這名工程師氣炸了 打開博碩市論文系統 搜尋珍珠奶茶 工程師氣得上網 查找食品論文 想要證明珍珠有問題 甚至上網留下一心負評 如果軟爛爛爛的 會讓我覺得有點像布丁 或者說愛玉 有點口感就沒有那麼好 不是特別的Q啦 就是軟軟的 可以接受嗎 嗯 我比較喜歡Q一點的 實際找來民眾試喝 有人說確實比較喜歡Q一點的 但珍珠吃起來Q彈 還是因人而異 因為根據瞭解 目前沒有法規對珍珠軟硬度做標示 主管機關也無從介入 只是為了一杯六十塊的珍珠奶茶 雙方爭執不下 最後透過消保官和解 以店家賠三杯飲料 解決紛爭 Sension 張浩尾有點新主 採訪報道